中共肺炎給中國的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 很多民眾還不起房貸 不得不拋售手中的房產 但是中共黨媒卻接連發文 宣稱房市出現小陽春會快速的復蘇 學者指出 目前民眾根本無力購房 使中共利益集團試圖利用政策和媒體抬高房價 5月12號、13號 新華社連續兩天發表文章 聲稱北京房市出現小陽春 3、4月份以來房地產供需兩端開始出現明顯復蘇跡象 二季度房地產市場有望加快復蘇 但是中共央行4月底出臺的 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顯示 中共肺炎爆發前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有一半以上處於破產邊緣 他們的資產70%是房產 並且超過56%的房子欠有銀行貸款 也就是說 一旦還不起房貸 他們的房子就會被銀行收走 外界質疑 新華社宣稱的所謂房市小陽春從何而來 大陸企業觀察人士文瑞說 中共肺炎衝擊中國後 民眾的日常消費都很困難 不可能再有錢投入房地產 文瑞認為 目前的所謂房市小陽春是一個圈套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中國現在甩房乘風 人們套現跑路 二手房掛牌量爆發 暴增 房價在加速下行 據騰訊新聞報導 5月初 中國樓市就已經出現棄房斷供現象 安徽合肥一週內就有300套斷供房拋售 根據新華社5月13號的報導 中共央行在中國新年開始後 為了應對疫情衝擊 支持復工、復產 至少向市場釋放了12.35萬億資金 其中包括7.1萬億新增貸款 專業人士擔心 這些資金可能有一部分 進入了房地產市場 在此之前 《新京報》曾報導說 疫情爆發以來 多地城市已經採取 五花八門的手段給樓市鬆綁 房底經營貸違規流入樓市 公基金貸款買房也已經發生 報導說 東莞使用住房公基金貸款買房 最高可貸120萬元 大陸經濟學者段少毅分析 中共黨媒聲稱房市出現小陽春 可能是因為利益集團試圖操控輿論 抬高房價 深圳的房市也出現逆時上漲的怪象 由於外企簽出中國 作為世界加工廠的深圳 廠房空置率在2012年就達到了歷史高點 2018年中美貿易戰後 更加雪上加霜 有的工業區已經被推翻 成為廢墟 可是5月13號 大陸財新網卻聲稱 深圳住房短缺 房價上漲局勢難控 不過段少毅披露說 真實的情況是深圳空房遍地 大陸經濟學者段少毅說 如果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 房地產早就嚴重地供過於求 價格早就應該大跌了 目前政府的政策干預 只不過是會讓房價下跌晚一點 如果政府的干預又造成房價上漲的話 將來會跌得更慘 文睿說 即使是中共企圖再次利用房市 來提振經濟 也不可能 因為中國的經濟問題 包括目前的疫情 都是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 文睿提醒老百姓 中共是騙子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